受到另一個熱帶風暴蝴蝶的商戶作用影響 由減弱為熱帶風暴 移動變數頗多 天文台晚間稍後才需要考慮 是否改發3號強封信號 拍佈目前集結在香港以東約250公里 預料向西移動時速約20公里吹向廣東 仍然正生後 表示一個熱帶氣旋在香港800公里內 可能影響半港 拍佈已經減弱為一個熱帶風暴 在晚上9點拍佈集結香港以東約250公里 即是在北緯22.3度 東京116.6度附近 預料向西移動時速約20公里吹向廣東 拍佈受到其東面的熱帶風暴蝴蝶的影響 移動速度今天下午顯著減慢並開始減弱 兩個熱帶氣旋的相互作用 令到拍佈的移動變數頗多 天文台將密切監視情況的變化 晚間稍後才需要考慮是否發出3號強封信號 本港今晚同明天天理預測 多雲有凌散狂風罩雨及雷暴 氣溫介乎25至30度 吹清勁北至西北風 利岸海域及高地風勢間中達裂風的程度 展望隨後幾日有雨 現在氣溫是28度 相對濕度85% 1號戒備訊號現證生效 表示一個熱帶氣旋在香港800公里內 可能會影響到本港 在晚上10點的時候 熱帶風暴拍佈集結在香港二東大約230公里 即北緯22.3度 東京116.4度附近 預料向西移動 時速大約20公里吹向廣東 壞壓新聞重點 強熱帶風暴拍佈減弱為熱帶風暴 移動變數頗多 天文台晚間稍後才考慮是否改發3號強迫 受到這個熱帶風暴拍佈的影響 我們本港的天氣 就是多雲有凌散的狂風驟雨和雷暴 受到它東面的熱帶風暴蝴蝶的影響 拍佈的強度在過去幾個小時就有減弱的趨勢 因為受到兩個熱帶船商互作用的影響的關係 令到拍佈的移動和強度的變化 變數都相當多 我們正在留意這個情況 我們預計在清晨的時份才需要考慮 是否需要發出3號強風訊號 拍佈仍然是一個熱帶風暴來的 它的中心風力每小時達到80公里 它仍然對香港來說是存在一定的威脅 內地氣象部門預料 拍佈在晚間到明天早上 將會在廣東散尼到香港一帶沿海再次登陸 也有可能沿著廣東沿海向西偏南的方向移動 然後減弱消失 而蝴蝶就將會在明天早上在台灣花蓮到恆春一帶沿海登陸 之後就穿過台灣南部地區進入台灣海峽 逐漸向福建中南部的沿海靠近 福建氣象部門預測 蝴蝶的威力比起拍佈更加強 為了應對這兩個熱帶風暴造成的影響 福建已經將超過26萬個海上作業人員撤走 直至早上全省五萬首出海的漁船已經全部入港避風 國家防種兩個工作組已經緊急趕去福建和廣東兩個省 指導防禦颱風的工作 交通部救流局已經在受到拍佈影響的 東海海域部署了救流船 救助直線機和應急救助小分隊 至於在台灣 氣象部門已經解除了對拍佈的颱風警告 不過預計東半部和北部地區 仍然受到外圍環流影響 有機會出現局部的豪雨 拍佈早前在台灣造成最少兩人死亡 一個37歲的公園管理員 駕住汽車下班途中 懷疑天月路或失控翻車當場死亡 而一個來自重慶的28歲男子 在台北一個地質公園遊覽的時候 墮海死亡 拍佈又在屏東花蓮和台東造成 1900萬元新台幣農作物的損失 災害應變中心說 屏東、台東、花蓮、高雄等地 近6萬戶停電 而受到即將吹襲台灣的蝴蝶影響 花蓮明天就會停工停貨 台鐵部分在凌晨行駛的列車都會停駛 高時速風速約5小時65公里 約了向西北移動時速約22公里 橫過台灣移東海域 24小時內各區天列預測 香港鄰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風 5至6級稍後轉吹南至西南風 間中達到7級 又凌散狂風趙雨及雷暴 海遊大浪 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風 6級 又凌散狂風大趙雨及雷暴 海遊大至非常大浪 三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風 間中7級 又凌散狂風大趙雨及雷暴 海遊大至非常大浪 香港以南吹西風 5至6級 稍後轉吹南至西南風 6至7級 又凌散狂風趙雨及雷暴 海遊大浪 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風 5級 漸轉吹南至西南風 6級 稍後又凌散狂風趙雨及雷暴 海遊大浪 海南島東南河岸 及北部灣熱南吹西南風 5級 各部地區又狂風趙雨及雷暴 海遊中至大浪 其有48小時天理展望 吹西南風 4至5級 又凌散狂風趙雨及雷暴 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理報告 華南島吹北風 8級 能見道6公里 山頭吹東風 3級 能見道10公里 有趙雨 東沙吹西南風 2級 能見道10公里 澳門吹西風 4級 能見道3000米 有趙雨 西沙吹西南風 4級 能見道18公里 拍布做一步減弱 預計很快在未來到深圳沿海地區登陸 內地氣象台警告 由於拍布和另一個熱帶風暴蝴蝶 可能相互影響 產生雙台效應 令拍布有可能沿廣東東部沿海 向片西方向移動 又或者做一步減弱消失 受拍布和相關環流影響 台灣海峽、廣東東海吹旋風 汕頭、潮州、潔陽、惠州和深圳有大雨到暴雨 雖然拍布強度逐漸減弱 但蝴蝶正在加強 巴士海峽和台灣海峽 以及南海的風力 稍後將再度增強 船隻需要再次防風 而為應對雙台效應影響 福建已安全轉移海上作業的人員 超過26萬人 蝴蝶最高價風速是每小時60公里 蝴蝶影響台灣東南部 墾丁有一間貼皮倉庫被風吹倒 又將多坡路邊大樹拔起 另外由於受商台影響 台灣價氣象當局預料 屏東恆春半島累積雨量有382毫米 花蓮已宣布 今日暫停上班和上課 蝴蝶已經減弱成為熱帶得氣壓 而中心最高風力 都只是時速大概60公里左右 即是說中心最高的風力 都只是去到強風程度 受到蝴蝶逐漸靠近 其實本港各區的風力都顯著增強 我們相信在今早上 香港普遍都會受強風影響 所以換句話說 今早上相信這個3號強風信號 都要維持著 而天氣方面 將會有凌散的狂風驟雨和雷暴 而風力方面 將會吹強風程度的偏北風 離岸海域和高地 間中會吹裂風 而稍後會轉吹偏南風 柏布一直沿著華南沿岸 向西走的 有一些地區佔到陸地 所以它一直向西走的時候 一直有減弱的情況出現 在它的東面有另外一個熱帶風暴叫胡蝶 這個胡蝶亦分了它一部份的水氣 所以它出現減弱的情況出現 本港今日清晨普遍受到強風影響 香港南部地區和大美督 在過去一小時的風勢特別大 並且分別錄得風速約為每小時72公里和58公里 天文台提醒住在該區的市民 外出要加倍小心 今天天氣方面將會吹強風程度的偏東風 離岸海域及高地間中會吹裂風 稍後轉吹偏南風 多雲有凌晒的狂風遮雨和雷暴 展望方面將會吹強風程度的偏雨 我們預約未來幾天來說 都仍會是一個偏雨的天氣來的 柏布是熱帶低氣壓 其實改發更高的信號機會是否比較小 第一就是它借一個熱帶低壓 即是它中心最高風力 都只達到強風程度 第二大家都留意到 它和我們現在的距離 就開始慢慢遠離 預計3號強風信號會維持多久左右 我相信今早上都會維持一段時間 很重要 看回拍步 在靠近華南沿岸的時候 它的風勢都是減弱的 它的原因是什麼呢 其實第一拍步 就是它一路走的時候 它都比較貼近華南沿岸走的 即是說它比較貼近陸地 這是一個原因 另一個原因就是它會在它的東邊 就另外一個熱帶氣泉的蝴蝶 大部分的水氣的供應都是去到蝴蝶那一路 所以拍步的水氣供應是比較少的 icht santé 鞭長 理解 學生